瑜伽里面提倡的月姓蔬食 能够让人重新认识蔬菜的美味 提升能量 同时也找回健康 接下来就赶快跟着张永轩 张渔芳夫妻俩 一起找回慢活的自在 一走进张老师夫妻俩山上的家 这样简朴清幽的环境 你能想象他们两个 曾经是活跃在广告时尚界的名人吗 十五六年前 因为生活日夜颠倒 工作压力过大 身体纷纷亮起了红灯 因而开始改变饮食 由温转速 并且追求更高一等的月姓蔬食 一般人如果要从 多性食物转到月姓食物 它其实最方便的方法就是 第一个先把它的身体先排毒 减少它摄取比较多性的食物 那所谓多性食物就是 有很多添加物 或者是说肉类食品 对它身体的负担比较大 那这部分先减少 那减少之后增加蔬果量 月姓食物是从古老的喜马拉雅山系 已经传承了八千多年 最重要是要帮助所有的人 能够看见自己原来的本性 内在的本性 就是非常愉悦喜悦的 所谓的月姓食物 是依循节气有机栽种 让人吃了会感觉愉悦的温和蔬果 包括根筋类 五穀杂粮 不刺激的香料 以及天然发酵的酵母等等 在坚持原味料理时 章鱼方的灵感基础 全是来自于妈妈的魔法汤 这个妈妈的魔法汤 其实是因为我在日本念书的时期 而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家在日本开餐厅 所以每天你都会看到妈妈在这个锅子前面 不断地开始烹煮 而最清楚的就是我每次都看到 所有的汤里面总是会有三四颗苹果浮到汤的上面 所以对我那种完全不下厨的人 就会觉得说原来所有的汤 它所有的甜味是从苹果的里面的滋味里面浮现的 最棒的就是我们常常会用昆布 那昆布来做基底的时候 你会发现昆布提供非常大量的矿物质 现在有很多过动儿 其实都是因为矿物质不足 那这些矿物质不足 是因为我们所有的植株都生病了 地力不足够 所以土壤里面所有的养分是不均衡的 所以你要吃天然的 比如健康的海盐 或者很好的有机或者友善的种植的东西 这些都可以提供很好的这些营养素 这些传承自妈妈魔法汤的秘诀 通通应用在夫妻俩的生活料理上了 另外他们也自己培养天然酵母 动手揉面团 固定烘焙新鲜面包当成主食 可是那里面有三五只的白米 糙米在里面 所以它面粉料 而且很多人都说猪卤面包要满行吃 对不对 可是如果是外面的猪卤面包 你真的不能满行吃 你至少要等它凉 不然你的肚子会胀气 也就会痛 那天然一下午没关系 就满行吃 真的热烘烘烘烘 全身投入研究月姓蔬食之后 几年前 夫妻俩更是当起了背包客 深入意大利七十多天 带回了更精致的健康饮食新概念 在去意大利之前 我们就已经决定说 我们要去意大利寻找一个属于台湾的月姓食物 其实意大利人非常适应蔬食的方式 因为它地中海的饮食方式是绝大部分 百分之八十九十都是以蔬食为主 这个意大利里面它有个很重要的方式 就是它的烹饪方式还有它的油品 油的来源是非常健康 它至少不会造成心血管阻塞像橄榄油 然后它有很多东西都是比较碱性的 那我们在吃的食物里面 大概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比较属于酸性的 像糖分或蛋白质或者是碳水化合物 如果可以慢慢把这样子的东西平衡回来 让身体也进入比较弱碱性的状态 其实这就是我们想到说 那在地中海 在意大利是一个最好的地方 夫妻俩携手从意大利北走到南 努力追求地中海月姓蔬食的养生之道 以前追求的时尚潮流早就抛到脑后了 怀着感恩喜悦的心 慢活蔬食不但帮助他们重生 也让日子更快活了